来 徐磊 给你的岗位是 就是我的助理 加一部分市场工作 来 曾华 也是总经理助理 工作地点在北京 无上 我这边是一个市场部的岗位 然后底薪是八千 因为新华网 没有这个总经理助理这个职位 之后呢 我这边呢 给你可以申请一个 新华网客户端的产品运营 之后你考虑一下 给你一个 我认为比较合适的岗位 高级项目经理 4K 给你两个职位 第一个是我们的售后客服的主管 六千加 然后第二个就是 做我们的CEO助理 然后是八千加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 做我们的教研助理 就你跟着我呢 一起来去做 我们的数据分析 吉星你好 立聘这边我给到的职位 是那个大客户销售 10K的底薪加上提成 我爸到家给你职位 是服务质量的管理 你学的是质量管理工厂 所以你有又有经验 我觉得做总经理助理 其实是浪费了你的人才 我给你的岗位是 马瑞的商务和媒体的助理 起薪 我给你的薪资是一万二 给我做的是业务助理 因为我现在全新拓展 那些线上的早教 这十一盏灯当中 你要灭掉九盏 留下两盏 去吧 果断一些 本东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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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工具 有请段东 李浩阳谈前不上感情 段东应该加一点 我觉得都应该加一点 表达诚意 浩阳你又不差这个是吧 你看你经常以前加的 加到了一样的 来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去 来 你想问什么 我想先问一下段总 就是您给我的岗位 说是服务质量管理 我想了解一下 在这个岗位上 我主要工作的时候 对接的部门工作人员是哪些 我们是在做服务领域的 五八道家服务家庭的 就是客户的 所以它其实是需要追踪 客户服务的质量的 各个环节出现的问题 你能够去 第一收集客户反馈 投诉 然后提出解决方案 到对接的运营部门 产品部门 各个部门 找出解决方案 这边有什么问题 我知道了 立总 我是想问一下 就你会希望以后 把我放到什么样的岗位上去 有针对性的去发展 我个人认为你未来 其实在一个人工智能 和互联网的世界里边 你应该是技术出身的管理人员 技术出身的管理人员 对 那么我觉得 不要只是用在人际上 对吧 你能够把你的数据化的分析 又同时人际交往能够做好 我觉得你是不可限量的 因为很多人只能够占一头 来 考虑10秒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五八道家 松鼠AI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谢谢段总 我的选择是松鼠AI 哎呀 恭喜 我觉得今天还是挺惊喜的 因为在场的各位领导 他们对我的努力 还是认可的 然后我觉得 我这样努力的基调至少没错 我希望我之后能保持这样的状态 一直走下去